你在这个创作环境里头 上海目前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音乐环境 我想知道 上海的音乐环境其实很奇怪 跟全国所有城市都不一样 这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 这个我跟我们之间上海的音乐人也一直在聊 不管是不是做hiphop的 可能我身边有的朋友 他是做别的音乐类型的 但他们的状况也不太好 他们可能面临的挑战会更多一些 因为这个可能 一是牵涉到你城市的一个文化根基 跟文化底蕴 上海是一个没有 自己城市文化的一个城市 上海所有的城市文化都是舶来品 是整全世界所有的文化的一些涵盖 我觉得在一起才是上海 对不像可能北京 不像成都西安 他们本来就是几千年的古城 对吧 他们有自己文化 他们有自己特色的方言 他们有自己的文化的一个根基在那边 但上海的话可能就没有 不是说上海这方面 做的不好 而是说我觉得还不够好 所以说 首先对于演出来说 听众的选择来说 他们上海这边的听众 听众的选择性有特别大 对 他们可能平时接触到的 每年一些演出 大的可能会有 SF Rocky SF Furg Jaden Smith那种 对 就是可能一流 国际一流的hiphop的演出 所以说 反而本土上面的支持 就会略微少一些 就里头 会现在是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它是会有 就是说 老的会比较老 然后年轻的比较年轻 就会出现一个这种断层 或者他们就开始 分岔出来不同的 不同的流派 不同的这些会有 就是 我等你一次 我这么说吧 其实上海的话 断层一直在 断层已经从 我觉得断层应该 得有个15年左右 OK 对 我觉得 像我自己比较欣赏的 上海最早的一批先驱 可能像 黑棒 或者说 扁布 主流人 他们一直到 后面的 RPS 到BJ Game 然后再到 再到我 像 你真的要数 辈分来说的话 我可能是属于 第四批 OK OK 第四批做HIPHOP的 对 但是现在的话 比我年轻的 我脑子里可能 没有特别多 对 不像我那个时候 可能 我一直是年纪最小的一个 大家都特别照顾我 然后一直到现在的话 反而 你 从别的 年轻的人身上 你看到 HIPHOP的影子 会越来越少一些 现在 OK OK 那 BASE BASE 厂牌 它在这里头 这个环境里头 它是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定位呢 什么样的一个目标 就是以后的这种 蓝图 BASE 的话 其实就是说 几个大家 我们 生活中玩的比较好的朋友 一起一起做 这样子 对 再加上厂牌的 负责厂牌的人 也是跟我认识 差不多得有 十多年 这样子 对 他本来也是从 上海最早的 最早的一批 见证到现在 参与过来的 这么一个 一个人 虽然他不是做HIPHOP的 但是他 经历了HIPHOP 上海这个 所有的时代 对 这样子 所以说 我们的话 更加 没有去 管市场怎么样 没有去管上海的市场怎么样 没有管现在 国内的整个市场怎么样 而更加多的 就是还是 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东西 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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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